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它是经济的背景 而且它也做过英国的财政这一方面的顾问 所以它写的视野是很宏观的 我们要看这个书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 所以对各位像跟我一样 不是技术背景的人来看这个书 读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它的角度并不是很微观 它是从很宏观 而且它有回顾历史 它比如说把AI跟当时的工业革命做一个比较 它当然工业革命的时候 也是一个技术的突破 就如同AI今天是一个技术的突破 但是这不一定代表经济会突飞猛进 它的关键点在于很多的应用 不一定是技术 那么它这个作者也提到 对于就业经济成长跟通货膨胀 这些都有影响 它提出了就是说是在AI下面 就是说究竟要怎么样子的生活 其实它并没有讲的 它有讲一些现象 但它并没有把这个答案讲得非常的清楚 它只有提到说在一个AI的世界 它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解释说 想工作的人没有办法工作 就是跟我们上周所介绍的 这个不工作的这个世界一样 就是你为什么你的工作没有 其实这个到现在为止 可能是因为它是经济学家 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有一点它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是AI可以让你有更多休息的时间 所以工时缩短 假期延长 提早退休 那有一点它是讲对了 很多的专家也讲 这个未来休闲产业巨大变革 就是人有因为AI了 所以你可以更多的花这个时间来休息 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全球化跟技术革新造就了是什么 这个我们上礼拜那本书也提到 就是一个更不平等的这个社会 不过它呢 这个就是也说你也不要太悲观了 上礼拜呢 我们讲的这个不工作的这个时代 这个事实上是 作者是比较悲观 那这个作者呢 他讲的是说呢 这个AI呢 并非是这个工作机会的这个末日 所以他说你说 全世界的人都失业 全体失业 这个是 这个是你不要想的那么的悲观 那另外呢 就是说是他说 你不要受到这种的 觉得什么东西都自动化 他说人的这个创造力 跟感知的这个情绪 这个还是很重要 所以他是属于这种叫乐观派 就是说人的话 上礼拜的作者是悲观派 就是说这个不工作的时代 他讲的就是说是觉得说 你要考考量到 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但他说 他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的话呢 还是有创造力 那机器是没有办法创造力 那么呢 他的就是 但是呢 由于可能因为这个作者是经济学者 他不是技术的专家 所以他呢 没有办法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说 他没有办法这个预知 哪些产业 将因为这个AI消失或者是改善 事实上 有些技术背景的这个作者呢 曾经 他有一些比较更明确的预测 但是呢 有一点他讲了 这个也是这个人之场景 我们就提到了加重AI的教育 他叫AI教育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东海大学 成立智慧转型中心 这个因为这个教育呢 事实上能够就是弥补人类 在这个就是这一方面知识的差距 那不过呢 这个收入分配会不会不平等 绝对会变得比较不平等 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这个作者呢 他是很宏观 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我喜欢宏观的这个思考的模式 我不喜欢这种太狭隘的这个分析 而且那这个作者呢 他是同时从这个总体的经济 就业的市场管制的监督 大家看到这几个好像觉得非常的boring 其实呢 你来看这本书呢 其实是非常好读的 而且呢 他是他有一定程度的深度 就是他不是技术的监设 也没有经济的这个监设 但你在这个看了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让你一边的思考 我觉得就是说是他提出了问题 他没有提出这个解答的方案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思考的方式 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自己的理由 ups 你 这一年 就中文说 今天